桃园市是台湾的经济重镇 这里拥有超过1.2万家工厂和4兆元的制造业营收 见证着无数企业的努力与奋斗 如今为了迎接智慧制造的未来 桃园市政府不遗余力推动一系列政策与计划 致力于帮助本地企业实现数位转型和智慧升级 力求掀起一场智慧制造的产业革命 桃园市全国各个县市里面最大的工业层 年产值以去年为例超过了4兆 那么里面很大一个区块是电子零组件 或是电脑跟电子相关产业 从过去至少20年以前开始萌芽的PCB产业 到未来非常有发展愿景的这个人工智慧伺服器 几乎最重要的基地都在桃园 在这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中 只有不断创新与进步才能保持城市的竞争力 为此桃园市政府启动了智慧制造服务中心 作为城市产业迈向智慧转型的重要一步 希望借此能为更多企业提供支持 让桃园成为智慧制造的领航者 桃园的产业因为过去已经发展了一直非常久 必须要赶快赶上这一波的风潮 所以我们现在在努力推的就是要让桃园的这些产业 能够尽量把它的这个生产的环境 能够数位化跟智慧化 所以我们成立一个智慧制造的服务中心 基本上就是要来辅导桃园的产业 能够赶上这个时代的潮流 智慧制造转型是我们桃园现在所有制造业 传统制造业所面临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这是智慧制造服务中心出现的原因 那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做好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 叫做企业建检 就制造业建检 为了有效地找出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瓶颈与挑战 智慧制造中心推动产业深度建检 并提供具体实用的改善建议 助力企业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帮助桃园的产业能够智慧化或是自动化 其实产业还是有很多区块 不同的区块里面这种智慧化的内涵 其实不见得一样 所以我们请了清华大学的副校长 叫做简真副 我们就委托他组成一个顾问团跟服务团 我们是学术界或研究的能量 所以一方面我们将来可以深度地去辅导或执行计划 所以这一次中心在这个部分主要是扮演 如何让大家能够对症下药的产业健检这一层 那这也是我们认为在推动产业医疗体系里面 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我们本来是我们是规划说 可以有找到80家企业来接受我们的体检 但从80家里面我们找出20家做深度的体检 最后找出4家来做深度辅导 就真正转型辅导 那我们期待今年年底可以完成刚刚整个规划 智慧制造服务中心提供专业产业升级评估 与企业保持紧密联系 实地访查企业的运作情况 提出具体改进建议 不仅帮助企业识别问题 还提供实用的方案建议 助力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取得实质性进展 透过健检厂商都会了解它的需求 它有各方面的需求 然后再透过计划的撰写的辅导 然后政府资源的对接 这样的话厂商也避免说 我同样一个题目呢 到不同的政府去申请 然后好像散弹打鸟一样 那我觉得这样的话 可以让政府的资源 可以有效地协助台湾员的产业 未来也可以扩散到台湾的产业来普遍申请 通过深度健检服务的施行 先锋厂将更注重 人机料法环的数位化智慧化转型 以提高生产及管理效率 加速智慧制造人才培育 与资源媒合 推动公司整体的数位转型升级 未来的桃园将在智慧制造的引领下 成为一个更加宜居一夜的国际级都市 桃园市政府也将持续推动各项智慧化政策 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我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 桃园市能够以全新的面貌 展现在世界的舞台上 在做这个智慧制造的这种升级过程里面 无形之中 就把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 就是这个所谓的晋零碳排 这个ESG的部分 也一并都考虑 我想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我相信说桃园的产业 很多很多是外销 尤其到欧盟 欧盟就面临这个ESG的压力 当它在做这个生产环境改善的时候 对于这个欧盟要求ESG的这个条件 也会更难复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